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翻好久不見啊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ROX的更新 因為這一次的更新好像突然有一點東西 小更新啦小更新啦 不過這個小東西好像蠻重要的 他說新增轉服卡道具直購活動 等一下 可是他說是直購但是他是活動 所以是我可以直接 應該是直購就是直接購買的意思吧 難道說 真的可以無限買了嗎 不過他不是寫直購啊 後面有講一個活動 我就覺得說說不定還有一些條件 然後也要看那個價格啦 當初那個一張賣到五六十萬賺好像都會有人賣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便宜到哪裡去 然後我們的那個寵物的計程好像也是二十幾萬賺 所以我覺得這個鑽石的程度 我覺得可能五十萬賺也不是不可能 等一下我不過就是要轉個伺服器而已 我要這麼貴嗎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便宜到哪裡去 我們到時候帶來看 11月18號所以還有四天之後 然後你有七天的時間可以來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優化多職業方案中的卡片功能說明描述 這個東西倒還好 反正我覺得現在切職業真的是蠻快就對了 如果你有一大堆職業可能要小一些選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選過去很快就到了 好那接著有幾個比較重要應該要來了 調整失戀環境中失落的威爾森就是哇 新的那一隻第二關BOSS難度的邏輯 修正調整然後再次修復感恩回饋日活動獎勵描述錯誤的問題有嗎 有嗎 反正應該就那樣吧對不對 8%不再反睡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好一樣我們繼續看一下 影片開始之前再次感謝我們的本期贊助廠商 紅手指雲手機非常感謝廠商爸爸再次看到我 如果是我的觀眾的話應該都知道 我是他們家的非常愛用的一個用戶 我用他們家的產品已經高達將近快要在四年三年的時間了 為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一個RPG玩家的話 你應該經歷過你要20小時掛機的線上遊戲 那這個時候不是拿起你的平板就是拿起你的電腦 但是這樣子的話其實都非常傷你的設備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東西可以花一點小錢 你就可以有一個可以讓你掛機20小時的地方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香呢 像這裡我這邊的話 新世代的誕生我這邊就至少掛了將近三個帳號 巔峰時期的話至少我還有五個帳號在這邊 同時都用雲手機在那邊掛機 整體而言我會變得非常非常舒服 好那這個雲手機有什麼特色呢 除了它可以幫你20小時掛機以外 就算你把頁面關掉它還是人在 你今天在電腦看完了 你今天在外面想要看一下你的遊戲進度在不在 一樣手機打開網頁就可以連進來 甚至你要在這裡操作都不是一個問題 甚至你在這裡解個每日任務 也是OK的你知道嗎 心動的話呢不如趕快點擊我們的字頂 資訊欄使用我們的紅手指雲手機吧 再來呢是有了 這邊就很重要了 修復草莓飾品技能傷害描述效果錯誤的問題 他真的現在才發現嗎 真的到現在才發現嗎 等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關注 草莓飾品 對啊 當初還以為他是震懾耶 所以他也有問題嘛對不對 草莓飾品 他是進入戰鬥後呢 每過10秒有24%機率獲得這個效果 但這個效果是什麼呢 我每一次釋放技能時呢 會對額外12米內的敵人的當前目標 所以只有單獨那支目標 造成102的無屬性傷害 之前的話是火屬性傷害 那你說為什麼這裡有問題呢 原因是因為他的經典是加無屬性啊 所以現在變成那時候覺得 我這邊又火這邊又無 這樣感到很奇怪 那現在的話應該確定就是無屬性的效果了 至少會讓草莓飾品的這個價值提高那麼一點點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香不香呢 我覺得以價格而言可能就知道 這個30萬是沒人標的 那這邊有一個是29200 一個是29200 兩顆還有一個66000多 都有人在標 我自己也想看看有沒有覺得便宜的標到一顆 有標到的話我再來開箱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顆就算我今天裝上去的傷害還是會降低 原因是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靈巧 我的靈巧是只有來到5000點 我把一顆拿掉的話呢 我的靈巧會降到超多 靈巧3000才開始嘛 我今天拿掉一顆的話2480 雖然說我能力加一加 大概會維持在3000出左右 不過在3000出的靈巧呢 可能還是不如我直接先把靈巧的能力給他裝上去這樣子 不過說是這麼說 但我實際上是蠻想要體驗一下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應該會再看看有沒有覺得買到便宜的來玩 然後再來呢 是我們的 這個就很重要了 對這個我會覺得為什麼官方現在才改 對已經出150等多久了 中間你又更新了一個四轉 然後線下線下活動也有半了 但是這個活動這個東西竟然現在才改 因為這個連心服都開了 對這個東西原本都貴到一個爛掉你知道嗎 魔力之石凶貞跟受傷的心專屬技能加成值錯誤的問題 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吧 這個我覺得有點殘忍 雖然說我覺得他的強度還是在 但是那個狀態不是那麼的好 這兩個東西的能力呢 簡單的說就是對於這些效果的怪物造成傷害時呢 只要造成傷害 不管是平A或是近 就會自己提升最終傷害加深2% 這個也還好對不對 但是但是但是 最多可以疊加10成耶 所以換句話說 我光拿到這個 這個就直接幫我加了20%的最終傷害加深 要知道這個東西是基本上很難被稀釋掉的 唯一現在能夠稀釋的應該就是我們獵人的大展唇角這個東西 45%最終傷害加深 但是加的也沒有到很多 所以當初呢 在150等一開的時候看到這個東西 就哇靠這個東西絕對是貴爛 絕對是貴爛 我們的受傷的心也是一樣 不過呢 他有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就有一點難達成 但是如果你能夠達成的話呢 確實他的傷害會加到非常多 那受傷的心的話呢 是我們暴擊的部分 所以我玩那個技能的話呢 是吃不到的 有一點可惜那我自己現在是用載新人後 但好像沒什麼感覺就對了 這一顆目前是沒有被改到 但是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到底改在哪裡吧 這邊的話呢一樣 在沒有改的時候都是2%的沒錯 但是改是改在哪 我就站在這個地方了 迷你視頻改良 我會覺得這樣改真的是有點殘忍 對 來我們先滑到下面去 這個也不趕快調整一下 因為現在視頻真的太多了 每一個又給他的所有改良的位置 都給他放上去 有那麼一點亂 然後稍微瞄一下我們的草莓改良視頻 目前的話呢 這顆是沒有動的 一顆的話呢 102% 改1的話呢 就變204% 改2的話呢 就可以到306% 簡單說呢 就是你初階是多少 你改幾 就給他改到多少% 多少倍率就對了 好 雖然說改的很貴 但那個再說 我們就是先看看嘛對不對 那我這裡 再往下滑一下 有了 先看一下載新人後 載新人後的話呢 也沒變了 1%一等的話 改0的話呢是7% 改1的話呢 是14% 雖然說血量部分沒有變 但是就多一點點傷害 改2的話呢 是21% 來啦 我們來看一下受傷的心吧 受傷的心的話呢 改0是0% 2% 原本我已經看過 因為有些這個是熱熊 所以他不是強制踢下心 我有看了一下 還沒有改之前的樣子 這邊 沒錯 變成只有3% 而原本呢 是總共是4% 等於是他以這個為基數 去存於2 給他往上成的 所以這邊的話 是可以來到40% 但是改過之後呢 就只剩下30%而已 我這個差距差超大的 雖然說還是不得不說 這個東西是超級強的 沒錯 但是我覺得他實在是太晚改了 如果他在150等一出的時候 我們在開開箱 或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他就意識到這個東西的傷害數值 真的是加太多了 對的時候 他就第一天馬上就改 至少東西還沒出來 可能會影響到一些些 但我覺得還好 但是現在都已經過了那麼多時間了 其實這些東西都已經有在上架了 我們這個魔力胸增其實也是 對也都從原本的4% 這邊2%嘛 照理來講應該是4% 然後都變成了3% 那你說升級的話呢 欸沒有 升級都只變加1%了 所以你看原本改2 就是我原本改1的狀況 欸這差超級多欸 超級超級多欸 現在最終傷害 原本這邊的話應該是6% 變成60% 變成40% 哇 這個痛 這個真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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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太晚了 真的是太晚改了 對如果我今天是超級大爸爸 我都改7 這邊呢是來到只有9% 但是我在改之前的話呢 我這邊有找了一下 那在這次改版之前呢 他的%數是給他來到了16%欸 你知道嗎 對當然啦 16%是高到一個離譜過頭的沒錯 但是會覺得 我還是終究是那句話 就是太晚改了 對他真的是太晚改了 16%的話是160%嘛對不對 除以90% 整整上 呃 光這條屬性假設我今天是爸爸 但是我這條屬性是完全沒加的話 我們的傷害就差了將近77% 這是活生生的差距 對 但還是要說這顆本來真的很強 如果今天你有這個東西改7的話 那個傷害你也是加90% 也是強到一個離譜 但我還是一樣那句話 太晚改了 對他真的是太晚改了 那個SAN值會降的很低就對了 心態會不是很好 對雖然我也覺得這個%數 我覺得會比較合理一些些 對之前的%數是太高 但是時間上的問題 對而且也因為這些東西出來 會導致我會覺得 未來如果你要買精裝的話 除了最基礎的飾品可以買的 先來經驗一下以外 中階飾品的話可能就先不要買了 因為在未來改版之後的飾品 可能160 170等 他們的飾品能力 一定會再有額外的被動能力 而中間版本的像我現在買的這個 零敬兄貞 雖然說他也是 不能說中間版本 這大概是第三代吧 他有被動能力 但是我覺得那個被動能力 跟那個新版本的單科 就有能力的差距 我覺得還是有差 那麼有點多就對了 所以最開始的話可能就先用出版的 先玩一玩 先把精電給他盯上去 到時候有機會買到一個高階版的 然後直接給他弄上去 會比較香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改版的狀況 如果就我個人的目前既得利益者的感覺的話 這兩個東西對我而言是沒有感覺的 而且草莓視頻對我來說的話 雖然說我現在身上沒有 但是我買他的意願會更高 但是我也還沒有打算要買的意思 除非我今天主屬大概有到7000或8000 甚至至少6000吧 我才會去考慮真的去換 反正每一次我都會去 如果有機會到6000或是7000的話 我可能還會去換一下這個 也是我之前買下來的一個玩具 因為換過去之後我的靈巧實在是太低了 我這邊就算加了物穿跟物傷都沒有用 但是他這邊加的是無屬性增傷啦 所以可能會再香一點點 不過無屬性增傷這個東西本來就已經 雖然說難得難加啦 但是最近一次改版中了 我們這邊也可以有無屬性增傷的強化 光這邊的話如果拉到滿就可以加80%了 所以說我們那個視頻的經典%數的無屬性強化 是不是也就沒有那麼那麼的香了呢 好啦這個東西就之後再說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吧 好啦這影片就到這裡 就繼續等更新吧 然後期待Rating的連動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